没事就搓,炉石传说 这个是背叛,打自己周围旁边的小伙伴 左右两边都打 然后进去个猛虎潜行 效果的一只猛虎狙击 就是当小伙伴登场的时候先狙对手四点血 年轻的九仙 这个召唤,把一张卡牌拿回自己的手中 好,再来第二组 稀有,报警机器人 就随机将自己手里一张卡牌扔到场上 就是小伙伴卡牌啊 就是如果你赶上费用比较高的那你就赚了 愤怒,这个造成三点伤害 或者是选择造成一点伤害撤一张牌 治疗之后还为所有的小伙伴恢复四点生命 风险投资公司雇佣兵是7-6 只需要5费 但是以后交小伙伴都要增加三点消耗 银色指挥官冲锋圣盾 4-3,6费,还可以 但这牌我都有过了呀 传说卡牌在哪里呀 好,受祝福的勇士 是一个随从攻击力翻倍啊 圣骑士的 就是double攻击啊 好恐怖 银色保卫者 是一个友方获得圣盾 是一个友方 从这个说过了 冰枪术是将其冻结 如果它是 这个已经冻结的效果呢 可以造成四点伤害 可以造成四点伤害 好,救赎 圣骑士 这是召唤一个小伙伴 替自己挡刀 是一个奥秘 带来一包 稀有暴风雪 这是对方敌人集体造成两点伤害 并将其冻结 苦痛士僧 当受到伤害 抽一张牌 师傅狼人 每当一个野兽死亡时 获得加2加1攻击 使你的野兽加1攻击 并具有冲锋的关门放狗 和也暴怒的狼人 今天我就玩个猎人 这是第五包了吧 稀有 哦,这是丛林守护者第一次见啊 抉择造成两点伤害 或者沉没一个随从 当他登场的时候 德鲁伊 丛林守护者不错 这样我德鲁伊牌 回头又可以组一套新的了 很猛 背叛 白银之手 骑士就都见过了 牛头人 激怒嘲讽 激怒加3攻击力 南海传攻 当你有装备把武器的时候 该随从获得冲锋 好的 五包开打开之后 今天我们玩一套猎人 猎人这套呢 猎人印记两张 关门放狗一张 奥数射击两张 狂野怒火一张 这个介绍一下 关门放狗 刚才说了 猎人印记是将对方小伙伴变成一点生命值 奥数射击呢是造成两点伤害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想把奥数射击换掉 这套牌我思考一下 抓牌很重要 奥数射击换成工程学图一张 猎人印记也是换成工程学图一张 想抓牌 抓到更多的牌 可以让我这套抓式型的猎人更猛一些 好 狂野怒吼 这在本荷当中使一个野兽获得加二攻击力并具有免疫效果 就是说你就可以和加二攻击力打别人还不死 就不费血 森林狼使你的其他野兽获得加一攻击力 毒蛇陷阱 奥秘 当你接到随从攻击 当你的随从攻击被受到攻击时召唤三条一杠一的小毒蛇 爆炸陷阱 当你的鹰兽受到伤害时 所有的敌人造成两点伤害 狙击 当敌人上了一个小伙伴时 先狙死点血 工程师学徒 找一张牌 学找薰猛龙 三杠二的野兽 猫头鹰 是沉默一个随从 师傅土狼 每当一个野兽死亡时 加二加一 每当召唤一个野兽 你抽一张牌 这是饥饿的突救 动物伙伴 随机召唤一个野兽伙伴 我感觉嘲讽的伙伴有点少 杀戮命令 造成三点伤害 如果是有野兽造成五点 然后铁棕灰熊 两个张嘲讽的三杠三熊 动中射击 对随机两个地方 造成三点伤害 绿洲咬人下巴 二杠七的一个小乌龟 巡手狮 使一个友方野兽 获得加二加二 并具有嘲讽 台元犀牛 使你的野兽 获得冲锋效果 最重要的就是 核心卡牌之一 网宇 召唤二杠二的土狼 两只 长宗草原狮 就是他了 这套牌 这是猎人002 谈不上土豪 因为没有 橙色卡牌 继续搜索 这是我们上次 打到一半的 因为我这几天 确实没有玩炉石 所以 打了一次竞技场 两次竞技场吧 打两次竞技场 然后玩了一下 今天呢 继续打一下天梯 过两天再给大家 带来竞技场的 因为竞技场 要的时间比较多 我今天已经比较晚了 1.45了 所以打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炉石吧 看情况 三到四盘 好 塑造对手 旗鼓相当的对手 雷克萨 对阵 麻烦得也要弄疯 好 先手 这个牌还可以啊 只不过是先手 先手 全是两费的 可以接受 打德鲁伊 德鲁伊 清场能力挺强的 前期如果他用各种横扫啊 爪击啊 等等呢 就比较难打 好 爆炸陷阱 好 第一轮什么都干不了 结束 第二轮上工程学徒 抓牌 他这时候要上一只鱼人 我就明白他要干嘛了 好的 什么都没上 那我们先别客气了 上一个工程学徒 抓了一张训手师不错 下一轮是射他剑好呢 还是上个陷阱好 陷阱最好搭配饥饿突酒 这样的话能召唤好多小蛇 但是对方一般不会在鸡饿突酒活着的时候来打我的人 招小蛇呢 也是野兽 所以可以抓牌 哎呀 他哥能快点吗 激活 好 他选择用激活 上个四费的什么呢 紫罗兰教师 好 有点猛 那我就不得不上一个动物伙伴了 是吧 自好来一只野猪 nice 跟他换掉 换掉吧 想着他使魔法了 跟这儿 招小伙伴 这么换我觉得还行 能接受 下一轮呢 上鸡饿突酒接师傅土狼抓一张牌 同时呢 师傅土狼你如果打我突酒 我加二加一 如果你杀我 那我就突酒活着 怎么选都不错 不过野兽有点少 现在 出牌呀 同学 弄得我必须去挖宝石了 好 宝石掉地下摔碎了 好 这边是荆棘谷的一个场景 这个彩虹可以点出来 很漂亮 风雨彩虹啊 这手上 上来硬砍了呀 真是没牌出了 好吧 肯定是等着消灭我的小伙伴 都不用想象 绝对是个节奏 先上一个鸡饿突酒 再上一个石斧土狼 同时抓一张牌 这就已经 突酒已经是合适了 抓到一张牌就比不抓强 不过我下一轮没有野兽 这是个麻烦事情 出牌太慢了 兄弟 都睡着了 你不听见是下个小伙伴 你不听见是没有打破 你不听见是 主人干呢 这些东西 主人干呢 我不听见是 我自己不听见 我 overlooked 恶嫂 我 我 我想 我 你看 我 我 把 这边也在造成三点伤害 然后 上一个陷阱吧 毒蛇陷阱 万一他再横扫我人呢 对吧 攻击他的英雄两点伤害 你不能还有横扫吧 群星坠落也可以 最好再横扫我人 然后他想把他三个弹死 结果由于横扫 他攻击的一瞬间 我这个秘书就启动了 应该是 哦不对 打小伙伴才启动 对打小伙伴才启动 打小伙伴才启动 这个是打小伙伴的 真的这哥们出牌 有没有这么难呢 给跪了都 哦漂亮 打死了我一只 师父土狼 然后又硬砍我 嘿嘿 不好意思 就等着你砍我呢 抓三张牌 抓吧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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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谢谢你 这下忙了 哇这两张牌真的是阴吧 真的是有点猛 真的是有点猛 你要想打我必须召唤三个 这比我想象的还猛 好他这个速度确实是 确实是有点慢啊 嗯 我们上长宗草原狮吧 对上个草原狮这边开始打 各种小毒蛇 各种小毒蛇 2-1 各种小毒蛇 再过两轮他就死了 好吧 真的是再过两轮就死了 下一轮他都弄不好都扛摸住 这是6点 13点 13点加2点 15点 16点的伤害 我这还有一个杀戮命令的 这是5点上 下一轮他就死了 应该 我宣布 德鲁伊已死 能不能快一点 哎 白虎皮了 你看 还有没有红虎皮 蓝虎皮 绿虎皮 好 花斑豹 别摁啊 大哥 真的给你跪了 出牌 这就像我平时下象棋的时候 下象棋走棋走的慢 我这象棋不是象面 出牌啊 出牌啊 你将成为我的猎物 这种拖延流 你怎么办 他也在解说 他在解说 说这时候啊 你怎么虐对方 那个叫少帮主的 哎 你先出一个死亡之夜 然后把全场 从灵守护者啊 造成了沉默 好 nice 玩得很好啊 好 看我英雄 那你死了 对母机 哦 7点 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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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让你死得光荣一点 嗯 光荣一点 光荣一点 那就死 沙洛命令 好吧 咬死你 好 第一轮比较容易啊 这套 感谢 这套猎人的 零零二套 也是RUSH能力很强 今天的任务居然是要完成五场猎人的比赛 胜利我觉得有点困难 如果照这个速度的话可以 对七轮 七轮拿下 就比较快 大概十分钟一场 七五相当的对手 雷克萨对雷克萨 那就看谁RUSH的狠了 把这三个小伙伴先放回去 不需要你们 求给力卡牌 好还行 但是自己是先手啊 一费的时候是个难题 对我没有一费的 基本上一费的牌用不上 也抽不到现在很少 关门放狗你现在也不能用了 好一费对手上个野猪吗 闪金阵步兵 那我就别客气了 上一个高端迅猛龙吧 结束 肯定不会打我了他 打我就是聚寻石鹿啊 下一轮三费 三费呢 射他一箭吧 真不厚道 这就跟我换了 太过分了 居然还有一张闪金阵步兵 居然 居然呢 我必须用炮火轰他一下 三费 射一箭吧 结束 一会儿我等着那个 突救加毒蛇陷阱呢 这个只能让部落的旗帜 飘扬一下 好这边能点火 着火了 烟通冒火 好铁宗灰熊 怎么竟是这种情况 老是浪费我的水晶啊 真坑 浪费了我一点水晶 连续两轮浪费了 下一轮五点 好像还是得浪费 可以上 哇 小龙命令直接咬死了 下一轮可以上台原犀牛 让我的小伙伴们 都具有冲锋的效果 这玩意儿你不能 不能弄死我了吧 先把它换掉 还有四点血 银背词猩猩猩猩 我必须用杀鹿命令把它咬死 哎不错啊 我看一下 我这是骗你的 专门希望你 这个来来打我一下 射一件 把他换死 换死的话 看一下啊 不换他了 保证血量 来打我吧 来打我 突救 多重射击 哎 这个 没有没有发动啊 这是法术不不生效啊 关键是 有点 有点坑 还不如换掉他的心形呢 是吧 法术不生效 这就没办法了 是一个野兽 和他加二加二 和他嘲讽 就等于变成了一个铁宗灰熊 凹死射击 两点伤害 直接把他狙掉 放一个狙击 随时 攻击对手 然后造成三点伤害 输出 这一轮结束 他上下一张牌 就先被我狙四点血 看他上什么 嗯 直接狙掉 好的 他肯定要招别的小伙伴 普通小伙伴的话呢 我就 三杠三超广 就能换他了 他选择上龙鹰 也是野兽 好 大家都是 熏手师 是吧 大家既然都是熏手师的话 我为何不先把你咬死呢 对 咬掉 好 这边是加一攻击并具有冲锋 我不需要加一攻击并具有冲锋 现在还用不上 三杠三换掉 继续打对手英雄两点血 好 再耐心的等一等 现在还不需要加攻 这小毒蛇已经连续输出两轮还是三轮呢 很赚 好 绿洲咬人下巴来了 这 黄金搭档啊 这两个人简直就是 有点烦 四杠九 我的也来了 但我的 我的没有黄金搭档啊 关门放狗 具有冲锋 好 看一下怎么设计一下 狂野怒吼 在这轮当中呢 是 不受伤害 可以免疫伤害 加两点攻击力 直接 揍他五点血 还剩四点 这边换掉 换掉以后 这边再换掉 好的 剩下一个绿洲咬人下巴是 三攻 七血 这轮打完了 他剩三张手牌 我没有手牌 追踪术 等于是用四张牌 换一张他想要的牌 他手里剩的什么呀 难道是 那个 猎人印记之类的吗 或者多重射击吗 这个场面上不好说 反正我觉得 我也不是很好打 就比他多个小伙伴在场上 致命一记 随机消灭一个 敌方随从 nice 这边 接下来他两张牌 不上吗 我要忍 我要忍一手 我这新手师 现在上有点亏 我忍个野兽出来吧 请让我忍一个野兽出来 动物伙伴 野猪 坏了 这个有点麻烦了 下一轮必须来野兽啊 不来野兽死了 猫头鹰也是野兽好吧 也是野兽 我可以接受这个事实 好 射了他一箭 猫头鹰也是野兽 我可以接受 可能是个多重射击 我觉得 啊 果然是 发生三点伤害 直接射死 哎呀 这回不好打了呀 不是嘲讽牌下轮就死了呀 动物伙伴 米莎就靠你了 哇 简直nice 只要没有米莎 这轮必死 关键时刻 还是米莎可靠一些 可能这轮还是要输 你看他有 杀龙命令 得 死了 下一轮必死 打得不错 工程师学徒 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呢 哎 此时要你何用啊 打得不错 被雷克萨给击败了 还是多重射击好用啊 面对对方这种Rush流 中射击确实好用 而且他抓到两张 绝对是人品不错的 好 继续 金色卡牌 能够分解出大量奥修之城 这个时候应该是国外时间的 如果比如说美国时间应该是白天下午 所以搜到外国人美国人的可能性很高 继续 雷克萨对郭尔丹 术实 嗯 这个起手牌不错 相当不错 先手 那也就是说 我第二轮上 饥饿突救 还是怎么样 考虑一下 第一轮结束 哎 我第二轮上毒蛇陷阱 第三轮上饥饿突救 就对了 对手肯定来打我来 我先上个毒蛇陷阱 好 我没有小伙伴 也就不存在被召唤出来 然后饥饿突救 对手猛抓牌呀 好 图就走上去 打不打我 打不打我 攻击我 快 就指着你攻击我了 nice 哈哈 打得不错 抓三张牌 哎哟太爽了 这个起手这个组合 真的是太完美了 简直无敌 简直无敌呀 同学们 虽然抓的都是大牌吧 但是一会儿也有用啊 地狱雷雷 很能 很能清啊 这哥们也 四费 四费上一个龙龙 再射他一箭 好 结束了 优势巨大 这盘要输了 不再玩猎人了 不 不再玩这种猎人了 就是这种组合的 这盘稳赢啊 生命吸取 吸掉 很好 这哥们法术很 玩得很好 烈焰小鬼 烈焰小鬼 五费 五费啥也上不了 射一箭吧 上个猫头鹰 跟对手准备交换去 好 跟对手交换去 看对手有没有死亡缠绕 死亡缠绕的话 他就能把我缠死 果然 哎 末日灾祸 哦 是把我杀掉 随机变换出一个恶魔 有点厉害 那我必须要草原狮了 下一轮还可以上地桌咬人下班呢 好 先来个草原狮 你别碰我啊 碰完就召唤2-2 两只2-2的土狼 哎 我为什么不多重射击他呢 哎呀 这大好的局势让我自己给玩没了 哎呀 无所谓了 下一轮多重吧 他肯定打我人呢 七点伤害呢 肯定打我人 还赶着恶魔 他也是Rush流 没事 下一轮也可以 力量的代价 跟我换了 有点伤啊 不过为我英雄挡了一刀 我也觉得值了 还是应该早点用 对 现在用也能打死他 好 使用一个多重射击 把这两个射掉 然后再使用森林狼 上去加弓 这边弓箭手 射一件 射 这个稳固射击射一下 这边三点伤害打出去 七费 草原狮就是猛啊 祸 对手也很猛啊 没有上了个6-6 你敢相信吗 下一轮 必须 必须绿洲咬人下巴了 必须啊 必须的 绿洲咬人下巴 加训兽师的组合 然后结束 挡你的一轮 输出 末日首位 砌两张牌 然后有个冲锋效果 5-7 来吧 又来个魅魔 又七张牌 这哥们儿 砌牌流啊 但我总觉得 你这砌牌流 不猛啊 同学 我这个爆炸陷阱 是必须要起来的了 好 爆炸陷阱 然后 草原狮 草原狮 再加上猎人印记 需要吗 4-3 换掉一个 这是狮野兽 是吧 换掉一个他吧 换一个5-3 结束 这是什么牌 生命吸取 啊 再 灵魂之火 好的 我召唤两个2-2 他这么喜欢 跟人家小伙伴 硬拼啊 这好吗 这个 这不好吧 我输出他的英雄 然后放个狙击 这一轮 训兽师别上了 我等一轮 就能有了 我感觉 等一轮就能有野兽 反正场面没威胁 他打我 他也是被炸死 好 只能把狙击 扣三 他 是狙击 直接。。。 去 狙击 直接狙击 扣三 动 是狙击 上场抓一张牌 又一张工程师托 那再抓一张牌 杀戮命令 还有6点 上去吧 不等了 看来是没有机会 让他再出手了 还是没有分流 这是不成功变成人啊 关键我还22点选呢 我这个三轮攻击啊 他也倒了呀 好地狱火 有来了 两轮攻击他就倒了 只要靠射 不一轮就倒了 射箭加杀戮命令可以了 直接咬死 这种术是 太凶了 打得太凶了 并不是好事 好 再打一盘 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把天梯的分数打高一点 你的寝室室友 是说同一IP段 互相搜搜到就是寝室室友了 来了 两个人都是刚猛的硬汉 战士 对 雷克萨 其实刚刚那盘也挺虚的 要不是我开场打那么好 可能也不至于练 不至于能赢得那么容易 二三四费的都有 还不错 接下来上雪爪叙猛龙 好饿哎 必须吃零食了 苏华说 脱炉食吃零食吧 消灭笔 然后呢 铁宫灰熊 我上动物伙伴 看看能招什么 直接4-4米莎是吧 那我也把他灰熊换掉了 下一轮让我的米莎输出 省得被顺劈斩劈了 哥们没牌出了 加护甲 这种局面 先打你4点血 上个饥饿突就 再射一箭 下一轮可以上台园犀牛 而且还可以抓小伙伴牌 有没有顺劈斩 果然有 想象到 然后再斩杀 漂亮 这战士打得不错 上个犀牛吧 一个小伙伴 你也不能顺劈了吧 直接撞一下 奥金斧啊 怒砍我呀 哥们也是很拼 真的很拼 好 先来个 动物伙伴 再上个 工程学徒 抓一张牌 好 结束 二缸四的雷欧克 其他小伙伴 攻击加一 奥金斧 奥金斧 砍我呀 这应该没什么 犹豫的吧 我想 果然是砍掉了 雷欧克 给我个任务吧 好上任务达人了 我能带在河边 哎呦 在你回合结束时 有机会抽一张牌 纳特 帕格 还有冲锋效果 要把我换掉 三点血 看看怎么弄死的 哎呀 台元犀牛 配上师傅土狼 还打不死 他关键是 那也得给他换掉 这任务达人不能再养 任务达人比那个还可怕 好换掉 你的回合结束时 百分之五十几率抽一张牌 玉州咬人下巴 紧接着 冲锋 好 跟我换了 看他回合结束 抽不抽牌 百分之五十几率 还是挺高的 然后没抽 nice 上一只熊 三杠三 再上个选手师 给他加二加二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上来呢 是因为要把这个 纳特帕格赶紧砍死 这也是个土豪啊 有成卡 别这样 猛击我 好 再斩杀我是吧 不要斩杀我 哎呀 好疼 但是你拦得住我的选手师吗 狂暴 加三加三 再把我选手师换死 这是要逆天 你这是要逆天呀 这战士 好 终于抓到牌了 你这是要逆天呢 我先上两个 只能上一个 这个奥秘 结束吧 就逼迫对手 攻击我 然后炸他 逼迫对手攻击我 别看我三十点血 我现在很虚 一个爆炸线 好 最好的效果就是 下一轮 我把他三个都炸死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一件事情 好 他没抓到牌 你打不打我吧 你不打我呢 你打我就憋着 憋排呗 你打我就炸死你 他很虚啊 好 果然是 那就炸死你了 不好意思啊 三张牌 全都再见 好 上什么牌 战戈指挥官 冲锋 哇 直接来塔斯丁狗了 好 工程学徒 先抽张卡牌 草原师 赶紧上去吧 急需你 真的 急需你 射一件 对 这斯丁狼一会儿再上 因为野兽加一公斤嘛 当你能动的时候再上 效果会好一点 这盘还不好说 他用2-3吃掉我 工程学徒 然后我6-5吃掉他 三斤持统卫士 三斤持统卫士 打我三点血 好 果然还是有顺劈 这他犹豫什么呀 顺劈肯定用啊 但是他这是最后一张顺劈了 斩杀也没有了 顺劈也没有了 接下来我只要继续召唤 我的小伙伴 就有机会 应用打击怒砍 这哥们狠哪 真是硬拼 我的小伙伴 然后再把我全部吃掉 是吧 真心狠 打得真好 先把这个狙击掉 因为这个会是冲锋 然后绿洲 咬人下巴 加森林狼 哎 森林狼应该晚一轮上就好了 不过也罢 他这么换我的话 也是用二换一给他换死 五血的熔火恶犬 我拿他怎么办呢 还好有个猎人印记啊 但是他如果打我的小伙伴 我就没脾气了 打我人吧 对 这是他不错的选择 好 绿洲咬人下巴 又来一只 不会靠着绿洲咬人下巴 给对手击败了吧 好 猎人印记 先标记一下 然后 直接换掉 他还剩一张什么手牌呢 会是武器吗 奥金斧啊 应用打击 用打击 剩一张 谢谢 看 松开 除了 在家里面 还有 大害怕 赢 对 有 对 对 这个 有 我要先把冲锋弄死,万一没弄死他了,冲锋后面接一张大牌,我就是很麻烦的事 你要我干啥? 好,你看,双狼独军上来了 好,跟我换,四当四了,这我就不怕你了 饥饿出救,登场,开始输出 可以造成8点伤害 好,对手还有8点,我也有8点血,好悬啊,这盘 现在还不好说,万一他是土豪来个死亡之意,我就真的傻了眼了 好,集体加血 还不好说呀,要是这么打的话 好,狂野怒火,这轮 给他可以加二攻击力,还有免疫 先把这个换掉 对方有4点输出 打对手的英雄 对手还有6点血 可别来个奥金服,这时来个奥金服,我脸都绿了 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王啊 好,至少一两轮还分不出胜负 来个野兽吧,这样我召唤个野兽 顺品,顺风展 自己,把自己也换掉 何必呢 何必呢,同学 那,这肯定是一会我赢啊 我还不来野兽牌,来野兽牌我就不稳了 还可以抓一张牌 战士的护甲跟猎人的稳固射击正好是相抵挡的 好,选择抗我人啊 关键抗我人,我也死不了啊现在 猫头鹰,好,是个野兽就好 这沉默谁啊 这不是一个有效的目标 这,只能沉默自己随从 先抓张牌再沉默 好 然后再上个铁冬灰熊 那应该是我赢了 我这有个嘲讽呢 他不可能又破我嘲讽又能打我英雄四点血吧 我就怕来这个武器啊 还好还好 还好是赢了呀 打得不错,很激烈这场比赛 我剩四点血 好的,我这快升级了啊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鲁石传说的 我们的天梯形的给他带到这里 那么大家呢也是没事的就看看我们的视频 然后看看我们开包 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 心地争霸视频和鲁石传说视频 还有我的游戏周边店 还有零食店 感谢大家支持